臺電這個星期一 才因為四部機組跳電 備轉容量率一度降到百分之三 緊急啟動需量競價 請台積電等用電大戶支援電力 一度電付費從八到十二元 不等度過供電危機 星期二開始桃園三天之內 發生了七起停電 臺北市東區昨天晚間 也有七百七十二戶停電 准經濟部長郭智輝就表示 將陸續拜訪各產業盤點 臺灣電力上任後 會提出一套完整報告說明 十八號早上七點多 桃園一度又陷入無電狀態 店家營運困擾明月四起 桃園市長張善政更痛批 能源政策慌腔走板 早上我們就做事做一做的時候 他就突然整個燈關掉熄料 如果一直跳電就會很不方便 上位的能源政策有問題 讓台電的財務健全 讓他整個系統 回復著這個整個基礎設施 都沒有辦法做到位 桃園從十六號開始 大園 中立 龜山等地就有三起停電 累積停電超過一萬戶以上 平鎮區一帶十七號也停電 十八號早上桃園區和龍潭區等地 一小時內發生三起停電 最久一度停電超過七個小時 週四晚間台北市東區也傳出停電 台電表示是因為設備故障 導致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到敦化南路一段 共七百七十二戶停電 台電在十五號發生四部機組跳電 除了調配水利發電 也啟動虛量競價 請台積電等用電大戶支援電力 這才躲過限電危機 台電供電問題頻傳 各界關注即將上任的准經濟部長郭志輝 如何解決水電問題 經濟部回應 去年公布的長期電力供需報告 盤點到二零二九年的用電供需 未來也將在郭志輝的帶領之下 持續推動穩定供電 記者綜合報導